更多的国际新闻我们交给韩宇 大家早安 我是韩宇 先带大家关心美国NASA 原定在美东时间29号 也就是台湾时间 昨天晚间本该发射的新一代 登月火箭阿提米C1号 那根据CNN和BBC报道呢 因为四个引擎中的三号引擎 无法充分冷却 且到了预定时间 燃料却遇上外泄问题 导致NASA先是延后一个小时 最后宣布计划取消 阿提米C1号原本预定发射的 巨型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搭载猎户座太空船 将绕行飞行42天 且预计在飞行了2万公里后 返回地球 那么面对50年来 首发登月火箭临时喊听 NASA表示 下次的发射时间点 可能落在9月2号 不过呢 还是要取决于引擎修复状况 一起了解美国阿提米C1号计划 阿提米C1号火箭 在佛州甘乃迪太空中心 就定位 这不仅是美国相隔11年再次发射火箭 也是时隔半个世纪再次开展 登月计划 阿提米C登月计划 因为开发延宕和成本过高等问题 延迟了10年 不过仍然被誉为 史上最强大火箭 搭配由波音研发的 太空发射系统火箭 以及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 制造的猎狐座太空船 让太空人能够抵达 比月球更远的地方 猎狐座太空船将绕行月球42天 并两次靠近距离月球表面 仅111公里处之后返回地球 不过这次属于无人绕月飞行任务 如果顺利的话 NASA才会进一步执行登月计划 目标是最快在2025前 搭载第一位女性 和有色族裔太空人登陆月球 相隔50年突然重启登月计划 除了因为登月成本实在太高 另一方面恐怕还是因为 大陆提出的登月 以及登陆火星计划 加上和俄罗斯密切合作 让美国倍感威胁 在太空争霸站中不愿示弱 五角大厦报告也呼吁 华府必须制定相关战略 维系美国的太空超级大国地位 记者刘家宇报导 看完了美国NASA 镜头再转到大陆太空站 大陆神舟14太空人 日前带来最新的太空动态 那这集的Vlog中呢 眼间的网友就发现了 太空人蔡旭哲 他小心翼翼的拿着生物样品 在太空中种菜的模样 当时呢也引发网友热议 而且根据大陆蓬勃新闻报导呢 泥南界和水稻种这两种植物 都在实验舱里面萌芽 这不仅带给大陆科学家 新的希望和认可 同时呢也是国际上 首次对水稻种子的 生命中期培养研究 那看完太空 再来关注台海情势 大陆无人机继16号飞入金门 被台军丢石头应对后 大陆网友28号在微博上影片 清楚地拍摄到大陆 民用无人机已超近距离低空飞过 那金门一处营区呢 对此CNN驻台记者雷普利就表示 这可能是北京多年以来 一直遭外界指责使用的 灰色地带战术 美国际上根本身接着 但主持人在這陆网友 这陆网友唯一 架网友雷iqun 这陆网友 面对大陆无人机一再的挑衅 大陆国防部宣布 国军已经完成了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建案 且将在明年获撞后优先给外岛防范使用 以因应大陆挑起的灰色地带威胁 但北京方面似乎不这样子认为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健 他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不改强硬作风地表示 大陆无人机飞到领土 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一起听听 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 好 好